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昨天香港警察針對民主派人士 展開了大搜捕行動 被捕人士當中包括了兩名政壇元老 分別是81歲的李柱銘和72歲的吳靄儀 事件引起了國際政壇的嘩然 連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都在國務院網頁中 發表了一篇譴責聲明 這篇聲明提到 美國是譴責拘捕香港民主派人士 北京和他在香港的代表 繼續採取一些不符合中英聯合聲明下所承諾的行動 這些承諾包括了透明度、法治 和保證香港將會繼續享有高度自治 後來蓬佩奧就在他的Twitter上補充 說拘捕香港民主派人士令人心感憂慮 因為政治化的執法 和普世價值當中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 以及和平集會是相違背的 此外還有很多美國政壇人物 紛紛走出來 對於這件事件表達了關注和表態 最有影響力的位置 應該是國會中的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他說到 即使世界面對著疫情的危機 但香港的民主和人權繼續備受攻擊 他就敦促特朗普總統 必須迅速地開始執行《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這個建議具有相當積極性 為甚麼呢? 首先來說 當這條《香港人權與民主法》在國會通過後 正式成為了法例 只不過現在一直指紋樓梯響 不見人下來 到底具體執行的情況會怎樣呢? 若然你不去嘗試啟動執行的話 就這樣把那條法例放在那裡 只不過是一隻指老虎 先頭也可能會嚇到那些官一兩次 後來見你不執行的人就不會害怕 所以你一定要具體執行才會有阻嚇性 那如何去執行呢? 根據法例所說 就是要檢視一下香港的一國兩制的落實情況 到底有沒有哪些人蠶食一國兩制 打壓人權和拖延香港民主進程 那這些人當然要落入制裁機制當中 更進一步的就是怎樣? 就是當美國發現你這個一國兩制在香港 根本上就不是按照中英聯合聲明所說的去執行 是穩笨的 是虛有其表的 那麼他便會檢視香港政策法 他便可能會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的地位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寫就這樣寫了 但是如果一直不去啟動執行的話 就真的只有一個體字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在去年的區議會選舉當中 其實香港那班官員 多多少少都是受到香港人權與民主法的阻嚇 我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就是黃之鋒 雖然黃之鋒是唯一一個 是因為他的政見而遭到特區政府 取消候選資格的候選人 但是取消資格的那個就不是原生 負責他那個區的選舉主任 原生的馬太又有量病 又這樣那樣 他就不肯下手 後來還要在第二個區 找第二個的民政專員走 去擔任這個選舉主任 將黃之鋒DQ 原生的那個不肯下手 肯定就是懼怕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制裁機制 可能怕著退休以後 原來沒辦法去外國退休 沒得移民 一輩都要留在中國 那他便害怕 另一個例子就是朱凱迪 他當初參選這個村長選舉的時候 就說因為政見 就是DQ了他的 因為他說了不知什麼什麼 解釋不到 好了 但是去到這個區議會選舉當中 同一個選舉主任 叫他解釋多一次 又批給他入閘 雖然後來他不夠票 就輸了 但是這個轉折 就已經反映出 那個區的民政事務專員 那個選舉主任 他就是怕了制裁機制 所以沒有人怕 當然有些人是不怕 蔡亮就DQ 黃之鋒就不怕 但是他不怕之餘 他就會承擔政治風險 就是有一個制裁的可能性 但是 那時候你就放了一隻子老虎 但是如果你一直都不去啟動執行的話 上次就怕 下一次就沒有人怕了 所以佩洛西這個建議 就是具有相當積極性的 而且昨天這群民主派的元老 被警察大搜捕 就不是單一事件 應該要連中聯辦那篇聲明 一拼來看就對了 因為中聯辦那篇聲明說到 說這群民主派的人士 將會為他們所作所為來埋單 一說完這個埋單論 第二天朝中警察大搜捕 所以這是有連繫的 是有高度連繫 不是兩件獨立事件 所以美國當他去檢視這件事的時候 你就應該要連同前因後果 整個 context 一拼去看 一拼去處理就對了 不要純粹只看那群警察 怎樣去搞這個大搜捕 在之前還有一個步驟 是不能夠忽略的 好了 至於參議院又怎樣呢 多數派領袖麥康內爾就說 這些令人發指的拘捕 不過是北京扼殺香港自由和自治可恥做法的再一個例子 他還強調 We stand with Hong Kong 而司法部長巴爾也發了聲明 他就說 今次針對民主派的大搜捕行動 是對香港法治和自由的最新攻擊 這些事件都表明了 中共的價值觀 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當中所享有的價值觀 是截然相反的 再一次證明了中共是不可信 實情持有這個觀點的 就不限於巴爾部長 還有的就是前港督彭定康 到底他怎樣說呢 他就說 This is not the rule of law This is what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do It becomes even more clear week by week and day by day That Beijing is determined to throttle Hong Kong 即是說這不是法治 這是威權政府的所作所為 隨著時間的流勢 就可以發現到 北京要扼殺香港的決議 就越來越明顯了 他還說到 世界各國都應該清楚 不要再對中國共產黨的獨裁管治 抱有任何的信任 他還說 日前港澳辦和中聯辦的言論 也表明了他們和北京政府不同 可以在漠視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下 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 在全世界的精力都集中在對抗疫情的時候 北京和他的附庸香港政府 就採取這些行動 去破壞一國兩制 拘留這些在過去數十年以來 為民主和法治奮鬥的民主領袖 無疑是對香港人多年的生活方式的一種攻擊 其實彭定康的這種說法 就和巴爾是很類似的 都是說這些外國政府不應該再對中共 抱有任何不必要的幻想 因為他擺明就不是按照中英聯合聲明 所說的一國兩制來落實 而是不斷去干預一國兩制 所以警察 大搜捕民主派的元老 以及中聯辦的聲明 即是他自行去全息基本法第二十二條 是應該合併的來看的 因為中聯辦就是想透過全息第二十二條 來加強他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的合法性和正當性 以及叫這班民主派來埋單 於是將來的警察就去執行 這還不是一種干預 所以一定要合併來看 至於中國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怎麼說呢 他們是有回應的 他們說 香港警方對於涉嫌、組織和參與未經批准的集見 的嫌犯、採取行動是依法執法 是維護香港法治 是特區政府行使基本法授予的權力 合理合法 任何外國都無權干預 美國政客無視事實 歪曲中英聯合聲明 拿所謂的透明度、法治和高度自治作仿指 為反中亂港分子開脫罪責 助奏違約、洩毒法治 再次暴露他們和反中亂港分子行下一氣 狼狽為奸的醜陋行徑 必將遭到國際社會的共同譴責 真是好笑 中英聯合聲明 你說是歷史文件 怎麼歪曲它 歷史文件 可以不用看 還有 必將遭到國際社會的共同譴責 哪個國際 是不是譚德塞的第三國際 還是哪個國際 暫時未見到有人譴責美國 還有 這個發言人說 香港是法治社會 有法必依、違法必救 任何人都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 但是中聯辦可以凌駕於《基本法》第22條 不受規管 敦促美國政客 遵守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 立即停止干預香港事務 這些指控其實都是回歷錶 你叫別人不要對香港事件說三道四 麻煩你管束一下自己的外交部駐外的人員 叫他們不要先寫這麼多文章 叫他們不要先批評這麼多外國政客 根本上你自己都在做相關的事 更何況就是別人都不是在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 只不過是批評你根本沒有按照中英聯合聲明所說的一國兩制來執行 這些哪是香港內部事務 還是國際事務 不好意思 中英聯合聲明是一條國際的條約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